电路板上的三端网压器有好几种封装形式 一种是220封装 就是这种体积大小的自带散热片形状的 还有一种就是类似于这种920封装的这种三端网压器 那么在我们这个电磁楼板上就有一颗这样的三端网压器 这个就是7805 78系列有很多种 7805,7808,7812 那么这些系列的三端网压器 它有些什么特性和它的参数呢 我们作为搞维修的人一定要清楚 这种管制的特性 以及它的典型电压值 那么我们维修起来就可以做到 有了有余快速进行判断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78系列的这个三端网压器的特性 直接搜索啊 打开安装在我们手机上的这个管制软件就可以了 这里有一种很多种七八系列 我们看一下 滑冠系列 滑冠系列的七八系 我们看 它是这样描述的 7800系列 它是印于各种电视机 收漏机 电子仪器 设备的稳压电源电路 平整由 7805,7809,7812,7815 它是采用 三引线带上热片塑料TO-220封砖形式 输出电流大 不需要外接源基建 它内部设置够热 短路 保护电路 这就是它的内部方宽图 也就是只有三个引脚 一脚电源 二脚接地 三脚输出 这是它的引线标志 引脚电液 那我们看一下7805 7805它的输出电压 VO VO 典型值就是5.0 最大不能超过5.2V 最小也就是4.8 电压调整率 还有负载调整率 输入电压 温波抑制比 最大输出电流 输出电压温度系数 输出噪声电压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表格上 得到详细的答案 还有其他09系列 还有12系列 15系列 都可以进行查询 还可以知道 它的这个硬硬图 电路方框里面的原理图 这些都是珍贵的材料 让我们 去了解 好吧 好好的去了解 好 这个视频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 收藏 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关注 好 感谢观看